再來很重要喔 這個是冰變成水 水變成冰的問題喔 來 關鍵字把它圈起來 就是冰變成水 或者是水變成冰的話 注意聽 唯一不會改變的是誰 圈起來 質量不會改變 把它圈起來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話 冰變成水 或者水變成冰 唯一不會改變的是質量 好 如果你會這題的話 欸這個觀念的話 題目就好做了 你看第八題喔 題目說 有個水是73.6立方公分 然後呢 然後凝結成0.92立方公分的冰的 欸密度是0.92立方公分的 這寫錯了啦 這應該要有斜線才對 把它畫起來 應該是0.92 然後應該是立方公分之功課 應該要有斜線才對 把它畫起來 所以要告訴你 密度變成0.92 那麼請問你 冰的體積是多少 好 也是一樣 剛才我不是說了嗎 你看到密度兩個字怎麼辦 D不幹嘛 公式先寫D等於什麼 V分之A 先寫 已經告訴你恩變了 拜託你養成習慣 不要我告訴你方法 你就不願意聽我的方法 你可以不要我的方法沒關係啦 但你要能保證你方法 你是懂的 不要你用你的方法呢 阿佑就常常出錯了 阿佑不願意用我的方法 我就覺得很搞怪 好讓我們看一下喔 題目三分冰塊的底積嗎 那你告訴我公式裡面誰是體積 V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出到冰塊的底積 那我要出到什麼機 冰塊的密度跟冰塊的質量吧 好 密度我有嗎 有啊 你寫了0.92 所以寫上去 0.92 等於體積呢 就是我要答案V對不對 好 質量 我知道冰塊的底積嗎 沒有 他沒有說 但你看這邊 他說73.6立方公分的水 變成冰 換句話說 剛剛我們說什麼 水變成冰 唯一不會變成是誰 質量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我如果能夠知道這個水有多重 那他的那個冰呢 就會有多重嘛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利用他 來算出來那個水的質量 好 我們看 水的質量怎麼寫 來又來再寫一遍 來 公式喔 因為體積只有立方公分嘛 所以我找質量對不對 怎麼找 來D點多少 D 因為 我現在找的是水的質量 所以我找什麼 水的密度跟水的體積對不對 好 水的密度呢就是E 體積呢 他告訴我了 73.6 然後質量呢就是M 所以請問你M多少 就是73.6 哇超爽的 為什麼 我建議你喔 順便講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建議你寫7的牛肉 你後面要寫單位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寫的 寫得很開心 寫得很爽 結果不知道什麼是73.6 但是你寫單位就知道說 那是寫什麼的 所以我建議你 要加單位 好那7人寫什麼東西 就是水的質量對不對 那請問你 水的質量有哪 冰塊的質量 有啊 給我剛才講的 水變成冰質量不會變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這個多少這個 就是73.6 注意喔 這個框框 這兩個跟這個框框 是不太一樣的東西喔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講的是水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咧 講的是冰的喔 所以兩個是不太一樣的那個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題怎麼算 水變成是0.92V等於73.6 所以請問你V多少 來 除一下吧 不要看我數字就倒是好煩喔 我不想除 這我就覺得還好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給除了進的感覺 所以不見得是會的 好來 約分來 5個0 多少 8 8 2 16 進1 哇 你看到我買超爽的 直接就怎樣 整座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80 所以請問你提寶提寶提寶 就是80 然後單位呢 立方公分 所以我知道原來冰塊提寶就是80 立方公分 順便教你這件事情 你覺得答案合不合理 因為考試的時候你怎麼直接判斷說合不合理 因為考試的時候你怎麼直接判斷說合不合理 就是驗算的意思啦 答案合不合理 怎麼判斷 老師再算一遍 這個像你們剛才說的問題一樣 你知道嗎 老師已經聽不懂老師講的東西了 結果老師就講你再講一遍 那當然就不懂啊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不懂的地方就是像你用別的方法去講 對不對 結果老師就重講一次 那當然還是不懂 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本來就算錯了 你再算還是錯吧 所以你要用另外的方法去想 你覺得答案合不合理 答案是合理的 為什麼 你看喔 本來是73.6立方公分 對不對 後來變80 體積怎麼了 體積 增加對不對 我從73變80 體積增加嘛 那我問你喔 水變成冰 體積增加是合理的嗎 水變成冰 體積增加合不合理 合理啊 為什麼 我們講過了嗎 你想像成一瓶洋樂多 你把洋樂多放在冰庫裡面去 你隔了半個小時之後 你看上面那個紅色標籤 不是會鼓起來嗎 對不對 那代表一瓶的洋樂多 變成固體的洋樂多 不是結冰了嗎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它會鼓起來 一定是體積怎樣 膨脹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原來水變成冰 體積的確是會增加的 這樣會嗎 會啦 好這個禮拜洗上去 好這個禮拜洗上去 謝謝 謝謝 謝謝